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际间的情势 这个是以巴战火 在昨天这一天已经进入第三天了 由于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哈马斯 日前以饱和式的攻击 发射了5000多名的飞弹来攻击以色列 而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 竟然是出现了漏洞 才会造成以色列人员伤亡惨重 红色火光闪烁夜空 连世爆炸致响 以色列展开报复行动 往西巴勒斯坦加萨地区 造成大量拼命死亡 不过以色列总理却表示这只是开端 以色列的铁穹是全世界极短程飞弹防空系统 堪称拦截率最高最可靠 不过却遭到哈马斯宝和式攻击 冲破防线 20分钟内发射5000多枚飞弹 让铁穹出销 命中以色列军民设施造成损毁 根据美国官员描述 最近军员已经在前往以色列的路上 要协助以色列的铁穹 重回完美防御能力 但美方不会派地面部队协助以色列 而乙国这次为了报复巴勒斯坦 动员F-35战机空袭加萨走廊 以加强火力报复哈马斯 CNN记者实力访问 正好碰上以色列飞弹来袭 现场枪林弹雨相当危险 哈马斯对以色列放话 只要以色列没有警告 突袭巴勒斯坦人民的话 就每小时公开处决一名人质 双方互不相让 虽然美国站在以色列这方 但不代表其他国家都支持以色列 现在部分国家都在为巴勒斯坦发声 像是英国以及澳洲等国家 都支持巴勒斯坦 这起以巴战争不但越演越烈 也似乎看不到停火的任何迹象 堪称是以巴50年来 最严重的军事危机 记者综合报导 哈马斯激进组织之所以会反对 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和谈 其实有他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 美国的反恐问题专家解释 哈马斯其实追求的 并不是跟以色列并存 而是要摧毁以色列 哈马斯激进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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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state in all of historic Palestine because of that Hamas hates Israel the most but they also don't have much love for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which is secular and not only is it secular as opposed to Islamist but it believes in a two-state solution and Hamas does not I think this is one thing that many viewers may not understand Hamas is not fighting for there to be a Palestinian state alongside an Israeli state 哈马斯 is fighting to destroy Israel and to have one Palestinian state that is not secular but is Islamist in all of historic Palestine in all of Israel in all the West Bank and all the Gaza Strip So it's against peace in general and that makes it very very different 好 针对这回 这个以巴之间的冲突 前立委郭正亮有说 加萨这个地方 其实只有365平方公里 然后长40公里 宽只有10公里 可是问题是 在这个地方的人口 有237万人 它的人口密度 几乎就跟香港一样 所以这个地面部队一进去 就几乎立刻变成巷战了 而且哈马斯组织的成员 很有可能都躲在民宅当中 那谈雅胡 他说48小时之后他就会 他就要做地面作战 那就是派地面部队进去 事实上周边已经有10万人了 他现在在增兵30万 事实上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哈马斯大概只有2万人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加萨这个地方 只有365平方公里 然后长40公里 宽只有10公里 可是问题是这个地方的人口 有237万 他的人口密度几乎跟香港一样 所以你如果进去 地面部队你几乎可以想像 就立刻变成巷战了 因为哈马斯可能就都 躲在民宅里面 他也不一定会穿军服 所以以色列怎么办 因为那谈雅胡讲到这么强硬 所以要把那个要变成沙漠 对 我不知道他要怎么打 事实上哈马斯也知道 他绝对不可能打赢以色列 他为什么要攻击以色列 我跟你讲他事实上是 用军事要图显两个政治主张 第一个政治主张 我觉得他已经成功了 就是阻止沙迪阿拉伯 跟以色列修好 我觉得这个已经成功了 因为沙迪阿拉伯 在这种局面下他不得不站队 回到穆斯林的大家庭 第二点刚好就是现在 以色列你如果 进去打地面战争 就会凸显这个议题 就是以色列不正义的 占领屯墾区 然后让我们的生活空间 越来越小 所以以色列接下来如果去 说他要抓哈马斯 可是事实上巴勒斯坦的 一般的平民跟哈马斯林 是分不出来的 到时候他们只要做动作 你都一律格杀 你可以想象那个后果 这个就是他们要的 他们要的国际宣传 以色列发生战争之后 我国有五家旅行社 目前还在当地旅游 现在传出了用信旅行团 在当地的团员 透过媒体表示 想要提前回到台湾 但是因为旅行社觉得很麻烦 而不愿意采纳 不过旅行社说了 主要是因为当地人表示 只有边境开开关关的 因此待在盛城耶路撒冷 反而是比较安全 并不是因为担心麻烦或是省钱 而不顾团员们的安全 同时也说了 这一团已经确定 将会在十一号 就是今天 搭机透过杜拜转机 回到台湾 特拉维夫的夜空不时传来爆炸声响 以色列在七号清晨遭到哈马斯突袭 当时国内有五家旅行团正在以色列 同时已经回到台湾 巨匠正准备返回 唯有勇性旅行社一团 按原定计划继续走行程 有旅客下媒体反应 第二天抵达耶路撒冷 离战争地只有66公里 相当于台北到新竹的距离 因为担心向领队表达 回到约旦搭机返台 却遭到拒绝 原因尽是签证很麻烦 事件传出后 旅行社也急着出面灭火 直呼战情变化太快 加上约旦边境不稳 开开关关 才没有贸然行动 旅行社表示 8号一早有询问全团团员意见 当时全部人决定 以原定行程 在11号从特拉维夫搭机返台 没想到8号傍晚 原定的国泰航空航班突然取消 也陆续开始出现想到约旦搭机的声音 只不过多数航班早已客满 到了9号 整个旅行团甚至还到橄榄山观光 待耶路撒冷不断传出空袭警报 一行人也火速赶回饭店 后面行程宣布喊卡 10号一早 永信旅行团一行人驱车前往约旦首都安曼 并于下午通过边境 一路上讯号顿顿续续 但每位旅客的神情 看似放心不少 永信旅行社否认为了省钱 不顾团员安全的指控 并表示10号确定最终回程航班 将搭乘当地时间10月11号下午一点的飞机 从安曼机场飞到杜拜再到香港转机 预计10月12号下午3点10分抵达台湾 最后行程变动的费用 也因旅时上有投保旅平线 将不会给旅客带来负担 记者黄明君陈明轩台北报道 中国大陆三月份已经宣布斡旋 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了 当然现在大家都觉得大陆成为中东外交 要角的志向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展现了 但是我们来看到 这个是路透社在10日的报道有说 对于近期尾巴之内爆发了冲突 北京的回应似乎相对的低调 也可能曝露了北京在中东的外交雄心 其实还是有他们的局限性 针对了大陆的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被人驾车暴力冲撞 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敦促美方应该要尽快调查 要来确保中方外交人员的安全 北京时间10日早晨 有不明身份人员驾车暴力冲闯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政见大厅 企图伤害现场民众和总领馆工作人员 驻旧金山总领馆和当地警方 及时应对处置 肇事者已被当地警方控制 其他情况还在调查当中 中方强烈敦促美方迅速开展调查 并按照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采取有力措施 确保中国外交机构和人员安全 好 当然发生了这起这个袭击事件之后 刚刚你有听到中方已经强烈敦促 美方应该要迅速展开调查 前驻纽西兰的代表借文级大使 也有特别提到了 在2014年其实这个领事馆 也有发生过枪击案 当然现在凸显示当地的治安问题 另外一个比较敏感的 就是旧金山下个月马上就要举办APEC峰会了 因此其实呢 实际点也是特别的引发外界的关注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